各位觀眾,又是新一集的股壇思見 身邊有蕭平清先生和思議基金的基金經理李浩德 兩位,一個星期回來,股市似乎又不是太大起色 星期初升一升,但到今天星期五錄影時 又大跌了四五百點 有傳其中一個原因是,科技股擔心內地的制裁 或者一些比較嚴厲的政策,會繼續執行 尤其是,迪迪又可能在美國上市 有更嚴厲的政策,會對付它 郭德,你怎樣看,會否陰離繼續困擾港股 我們上一集都提及過 港股比較弱的兩個原因 第一,是今年的政策,令到很多上市公司受到影響 第二方面,就是資金 其實這兩件事,在這個星期都頗明顯 剛剛Dilick提及過 迪迪在月頭上市 出現了關於數據安全的問題 引發中概股上市的情況 剛剛這個星期,突然驚動到市場神經的原因 原來,迪迪當日上市 根據媒體報導 在國內的監管機構之前,都希望不要這樣做 即使上市,都可能在香港或A股上市 現在謠傳,因為公司似乎沒有聽話 所以中央可能會有一個追究 可能是前所未有的 甚至比在去年,賣在矮集團上市的整頓 可能力度更加大 所以這段時間,大家看到 每次有政策出台 相關股票,其實就沒有運行 股價調整都很大 由於敵特,都是大家近期比較關心的公司 政策影響,繼續有負面消息 整個市場的情緒,都比較差 今日同時間,令市場亦很擔心 除了科技相關,教育 今年,都有相關很多政策 包括補習班 在國內,過去幾年,大家做家長都很慘 小朋友每個都要學校,下課堂補習 但衍生了很多產業,亦不少上市公司 大部分都在美國上市 很多都是中改股 部分都回歸香港,例如新東方等 今日其中一個消息,有一份文件出現 希望正規學習以外的補習班 早前提到雙減 希望小朋友供貨量,就不要太多 但現在,整個營運方式,都可能會有轉變 包括流傳,可能不能再用非盈利的方式去做 或者外資參與減少 所以,今天整個板塊,基本上是骨牌 大部分龍頭公司,在過去幾個月跌了七八成 估計上,今日跌了差不多一半 差不多腰斬 這些就是近期市場,令到氣氛比較差 比較重要的原因之一 滴滴說,監管機構提示他不要上市 他就不聽話上市 按照計,監管機構真的採取他的權力 不讓他上市 哪間夠膽去? 根本去都不能上市 他都要拿到別人的批准才上市 所以應該說,監管機構可能最初給的訊息 不得堅決,說得不清楚 那邊就覺得可以偷雞 如果監管機構是白底黑字 書面說得清清楚楚,你不可以這樣做 滴滴是不會這樣做的 當然,可能內地工作,有時不太直接 我提醒你,你應該會做,你又不會做 我看到內地有些網站,拿出他們頭頭的名字 連他父親做甚麼 很多都寫出來 整體給我的感覺,中美磨擦到這個階段 很多東西都想剛上線 滴滴不准上市 一個就是,他發覺 去到美國,是突快批准 一般情況下,有一個流程,有一段時間 好像在黨的一百周年之前 批准,加上滴滴有很多數據 他們認為這間公司,跟外國打龍通 就會掌握全中國,很多交通數據 哪些人何時上班 哪些機構活動多了 全部都可以掌握到 另一個是,因為冷戰,變成戰時狀態 很多訊息緊張 另一個是,跟外國有特殊關係 懷疑你對自己國家的忠誠度 或者構成風險 構成風險 這是一個因素 剛才提到教育 我相信,與冷戰有一定的關係 美國說過冷戰,都是全方位的冷戰 每一個範疇,都會對中國進行敵意的破壞 所以,教育影響到年輕人的成長 年輕人的思想形成 看問題的觀點角度 所以,是一個必真之地 所以,在這方面 我相信,國家的參與度,控制會加強 以前,相對自由 學校的課程,政府當然會自己掌握 現時,有些是補助,有些是輔助性的課程 但是,可以有不同的意識形態 滲進去 所以,現在這方面,管得緊 政府要管,所有其他人,就會弱化 讓他們扮演的角色減少 所以,之前香港人回內地做生意 都會知道,傳媒、教育 都是不適宜去電 不過,現在電的公司,大部份都是內地自己的公司 這些公司,想著自己對內地的情況 比較了解 他們想著自己的定位,會比較準確 但問題是 之前做的事情,是中美磨擦 未激化的時候,做的事情是OK的事情 現在可能,就會變成不OK 所以,現在市場受到比較大的衝擊 原先做開那批,都可能會出事 新標準下,原先做開那批,就不能做 所以市場,我相信,都要重新衡量 做這些生意的前景、盈利機會 受到國家干預的程度,去到什麼水平 整體來說,我接觸商界 他們都有一個擔憂 之前也有說,國進民退 國家扮演的角色,越來越多 民間的營運空間、靈活度,就會減少 我相信,對中國的經濟情況,會有一定的影響 因為中國的經濟,在改革開放之後 之所以,有這麼高速的增長 其中一個原因,是國家扮演的角色,減少 比民間多些空間 中央做少一點,地方做多一點 國家做少一點,商界,民間做多一點 這個開放,令到經濟動力增加 現在,兩大力量對壘時 中美對壘時,是去到國家層面的對壘 去到國家層面的對壘,不要說大陸這類型的國家 即使是西方國家,一去到戰時,戰時狀態 國家會扮演的角色,去到不同領域 現在,看到國家扮演的地方 這些情況,不只是發生在香港 亦都發生在西方 前一陣子,美國都發警告 提醒香港的商人,在香港做生意 要小心,有風險 可能會被拘捕 雖然,商界仍然上升 要求美國商人,去到大陸投資 去到大陸做生意 這個態度,都很清楚 只不過,美國的做法,不是直接政府查守 有這個態度出來 或將來,會有一些立法 會跟著逐步收緊 中國,相對行政主導 領導人,一看到 就立即落命令,整頓 可能會找回既有的法律 反壟斷化,在大陸有了很久 只不過,之前用得少 現在就拿出來用 我自己覺得 中央政府,為何會這樣做 可以體會到 但在做這件事的時候 亦都要考慮在商界 負負責用 但我自己看中央政府,覺得 你的股市跌幾百點 有甚麼大不了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股市要吃驚風散 但最終,你要看香港整體經濟 或者中國的整體經濟發展 有些行業,受到一定的影響 未必大到對整體經濟有影響 但對個別股份 以及一時的投資氣氛 就會受到比較大的衝擊 先生,你提到 在大國國力之下 遊戲規則都要改變 遊戲規則改變 當然,有贏價又輸價 迪迪真是有如傳聞一樣 有機會很嚴厲 甚至乎要在美國退市 究竟對投資者有甚麼影響 對投資者這刻,可以做些甚麼 馬迪迪股票 所謂簡上 上市前,應該是 上市前,已經投資了PE Fund 私募基金 由一間私人公司 上市的股票,可以賣出街 他們是最著數的 他們的老闆 未賣出街,已經跌下來了 但都比私人公司更好 私人公司在國內 一旦有甚麼差池 基本上就是 沒得走 沒得走 當然,他們的公司創辦人 現在上市 如果國家要追究起來 可能都會有些麻煩 至於,在一個多月上市買入的投資者 要看國家對整件事的後續安排 這件事,我認為是沒得估計的 例如去年,馬蟻煞停後 發覺整件事後續處理 時間或牽連到,都可以很長和廣 所以,市場的資金被資質吉 本身也是有一些原因 滴滴,可能有些投資者覺得很高風險 但剛才你提到螞蟻 近來有消息說,螞蟻有機會短期再上市 似乎情況,不是一面倒 只會有些打壓 怎樣看這件事呢? 我住過,比較多留意相關的新聞 其實不是第一次提及,有機會整改 由去年11月至今,差不多有8至9個月 中間亦都流傳過,在第二季度 集團的整改,可以配合得到 之前有提及過,在重慶的子公司 其實在兩三個月前,都可以重新營業 當然,經營模式有轉變 去花背、借背等 就只是成為一個產品的營運品牌 就不可以全面,像以往那樣參與 但你如果看回具體 銀監局也有提及過 過往的方式,他們賺取一個比較高的差價 其實就已經很難再繼續 而相關信貸資料,即網上很多大數據 國家都希望將這件事,不能由個別公司壟斷 整體來說,大家都會知道 在新的框架下,公司要怎樣迎合國家的方向 其實就未完結 以我理解,都是公司相關的說法 有機會,今年可以再上班市 似乎在官方的消息,就不太多 所以,大家的看法,都順著一半 所以,阿里巴巴的股價,都沒有因為這件事有很大的反應 螞蟻上市的機會,我認為存在 而且,都不會太小 不過,上市時的估值 就很難去到以前的水平 這隻螞蟻,已經不是之前的螞蟻 是的 之前說,它想做的事,可能很多已經是 不是不能做 不能用以前的方式做 受到的監管 有些事,是銀行正在做的事 它不會說,因為你是互聯網公司 你不用照銀行的要求去做 如果要回到銀行的標準,它的優勢就不見了 這是一個原因 另一個,我看到現在受打擊比較多的機構 都有一個特色 內部的網民說,這是哪個中國公司 他們的股東,全部都是外國人 比例很高 例如阿里巴巴,語銀佔了一部份 Yahoo佔了一部份 騰訊也有外面的投資者 現在迪迪,Uber 又有其他外國基金 他們認為,這些公司在中國市場賺大錢 賺大錢,便是益外國股東 所以,這可能是因素 所以,接下來,我想要這堆公司 在中國市場上,做多些益中國的事 不只是掠水拿去派 或是血統純正的公司 先生,你提到,有個別公司 剛才我們提到的科技股,會在環境下不利 也提到,有個別公司,有機會是有利的 如果在近來的情況 例如之前制裁,出口股不利 近來美國有一點風聲 會否制裁的策略,有些改變 從而令到之前有利或不利的公司,有些調轉 之前,耶倫在接受訪問 紐約時報,還是華爾街日報 我忘記了 他承認,特朗普年代的貿易戰 有些地方是思慮不周的 不是真正解決美國正面對的問題 結果,令美國消費者付出代價 這種說法,我之前也提及過 你強行收入關稅 買的東西,是美國消費者的選擇 價錢低,你才會買的 你與中國出現貿易易差 現在,是你自己的生產力,不夠賣到給別人 賣到給別人少 你要買別人的東西多 你便出現了易差 你有辦法,賣多些東西給別人,便有順差 現在是打擊別人入口 收關稅,但如果國民還想買 本來第一輪,可能要國民承受 第二輪,應該是美國入口商知道要收關稅 他們會禁價 現在看到的情況,如果美國入口商禁止中國廠商的價錢 中國的廠商不承受 為何不承受呢 中國的廠商可以賣到歐洲,賣到東盟 最後,美國入口商,見國內還有市場 收完關稅,仍然賣得出 繼續訂貨 中國沒有損失 而關稅,就去了美國的消費者 這事件,長期對美國不好 實際上,拜登派錢 派了錢,就給美國人買大陸貨 即是給內地 內地還趁你QE,咬你一彈 還測試到,原來美國人貴一點都受 下次賣貴一點都可以 所以,美國為了不想這件事 繼續傷害美國的消費能力 或是造成通脹 我估計,美國很想跟中國重新談談貿易協議 但中國現在不扔不扔 我都不急,又不是我要加的 現在要減就自己選擇 沒有人不讓你選擇 但我相信,美國是想 我一億回你,想替你換一些東西 中國便說 你選到夠了 你選擇,我就沒有東西給你了 我相信,一些政策、一些關稅會調整 一旦調整,中國的廠商、出口商 就會有得益 美國的市場,之前是縮了一點 有機會開放,應該是對中國是好事的 問題是,益利是普通的產品 華為的產品,就不能益利 先生,你有一個很重要的預測 如果有機會美國,有改變制裁政策 你認為這會發生,有甚麼辦法受惠 我認同,有機會會改變 我覺得,在國家層面 中線,都是想自主多一些 如果美國和中國關係好一點,就好 但,好像C3所說 中國第一,不急 第二,很怕以往,被外面握著頸 很多產業都會有問題 這段時間,反而在負面政策下有影響 還有一些,可以配合到國家、中國有自主性的行業 我認為,會比較明顯 譬如,我們之前提及過 太陽能,是中國產業比較大 半導體,過往被制裁後 這段時間,國內大力推動第三代半導體 我覺得,比較明顯,行業的發展,會更加清楚 但你發展得好,反而是制裁你 太陽版,有多珍貴,都不讓你來 所以,最好是國內本身的需求 即是市場在國內? 對,市場在國內,新能源市場也是 為何它發展得如此豐勃,但在西方國家,很難明顯制裁你 因為,技術和未近市場的需求 中國都是一個重要的地方 可能容易一點 因為過往,突然被外面制裁你 最近兩、三個禮拜 美國都有制裁太陽能上游公司 當然,他們出其名是關於新疆的問題 即使他們制裁後,基本上就不太影響到 因為他們公司的客戶或市場,不是主力在外面 所以,在那些方面,其實很難 當你的技術和市場有自主性 似乎不需要被中美關係的磨擦 降低碳排放,現在是迫在眉睫 因為最近的天氣很反常 加拿大很熱 德國整個歐洲都被水浸 最近,河南、鄭州、新疆 降低碳排放,下降低碳排放 有些人都說,天氣受到溫室效應 各方面的影響 所以,各國政府都要減低碳排放 電動車,或太陽能、發電、風電 都是大家急切需要做的事 這方面,誰做得好,應該會有好處 這方面的需求,是有天氣因素 各方面加起來,應該是有看好的行業 所以,投資市場很複雜 中美,亦有天氣關係 大家記得多看我們節目,了解多些嘉賓的看法 我們今天的時間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有興趣,不妨在網頁或YouTube頻道 多看資訊 我們下星期再見